美国航空总署派人来看 说他那个角度 调侠的角度 看不寻常了 他这个整个 他起分才几秒钟 看起来为什么那么像纸飞机 完全没有这种动力的感觉 航空总署现在觉得 他那个角度太诡异了 他那种整个翻盆降下来的角度 非常诡异 那就有航空总署人说 当然他是有一点 因为找不出原因来 因为飞机撞以后 整个粉碎 他也没有黑盒子 原因不明 也就是说 会不会是不明的力量造成的 不明的力量 对 那这件事情 我也听到心里面一下毛毛的 真的是 会不会真的有不明的力量 我跟你讲 可能台湾民众都不知道 台湾在我们的中任机场 差点也有民航机 撞飞碟的事故 幽浮也来过台湾 对 来过台湾 好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 先讲 这个是1996年的3月10号 下午5点10分 华航一架动妖拐的班机 你知道 他从夏威夷进东京 然后飞中任机场 他距中任机场只有七海铁 七海铁的时候 他要下降了 他要穿云下降 降到2000尺的时候 突然之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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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状的雷达响起来了 你知道壁状的雷达什么样会响起来 就是你要撞 有很靠近 有东西很靠近的时候 他就会响了 对 那这个机长 他叫做龚佳琪 龚佳琪 一看吓一大跳 就在他 左手边两海里 居然有个飞行物在那边 他眼睛也有看到 眼睛看到 他立即打电话给塔台 呼叫塔台 呼叫塔台 为什么我这里有东西呢 那塔台回头说 你十海里之外 雷达完全没显示 有任何飞行物 雷达荧幕上 看不到任何东西 好 他在跟塔台呼叫完以后 一抬头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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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雷达又响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本来在他左边 对不对 刷一下 到他正前面两海里 他就要撞上去了 就在他前面这样对的 他就要撞上去了 很惊险 撞上去后 他紧急的往右左侧弯 所以整个飞行这样左侧 那些乘客本来已经 幸好都系了安全带 没有在用餐了 因为要下降了 所以他整个左侧弯 擦一下避开 避开之后拉直一看 他到他右后方去了 他就这样一直 这个飞行物体 他是一直跳来跳去的 可以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你知道他玩了多久 玩了五分钟 玩了五分钟 到这架飞机 已经快要降落中正机场的时候 啪一下 这些东西才不见了 塔台一听到他讲这件事情 塔台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为什么 塔台这边马上想起来 就在1996年的2月2号 塔台突然间看到中正机场上空 有两个橘黄色的点 啪在那边飞亮光 用望远镜一看 是两个三角形的东西 在那边飞 两个三角形的东西飞 然后马上把这个 副台长钟光燦叫来 钟光燦一看 入云了 就不见了 结果没想到一出云 你知道变五架 而且前后后三变五架 我告诉你 这时候长龙班机正要下降 长龙班机是个外国人 外籍的机长 千万张画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也看到这什么鬼东西 就在这个一片混乱的时候 大华航空 注意哦 班次我要亮给大家听 9568号班次 他是一个萧机长 萧机长是F-104战斗机退休的 他是从高雄飞松山机场 他飞到后龙的时候 所有台都听到 他都看到两个橘红式亮点 在天空之中 那他说这个 他马上打开无线电 所有的通报 他就说你是不是看到照明弹 他说混蛋 我当战斗机 我还不知道照明弹 照明弹打上去会掉下来 那两个就挂在天空中不动的 就他一讲完之后 新竹的浦顶一架飞机在那边飞 所以我们在新竹浦顶也看到 就林口一架飞机在那边飞 所以林口没看到 就那天据统计报告 总共有七个地方 看到这些东西 七个地方 所以是有七架 还是说他一直游移来游移去 有可能是有七个不明的飞行物 而且不止七架 注意哦 中正机场上空就是五架 好了 就这件事情我有 示范就跟朋友讲 朋友就问我说 马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告诉你 在1996年 这个4月20号的时报周刊 TANCE就说 最近台湾 好多不明飞行物 他就举了四个 他说譬如说 在基隆七堵 监理站上空 居然有个不明飞行物 看到人是警察 这就没有办法 这个警察我一定要跟他讲 叫杨振通 他通报 看到警察 还有第二个 在这个苏花公路 苏花公路看到的时候 50多人看到 50多个人看到 搭着停车 看 啪 一个海面上 一个大的飞起来 有卡丹斯基说 哇 起码是4万吨的货轮这么大 你知道 然后第三个 是1996年1月12号 在资本上空 也是一堆游客看到 第四个就是1996年2月3号 在马祖 马祖发电厂的上空 他也看到 好像都是同一个年份来 好 你就讲对了 都是1996年的年初 或是1995年的年底 刚好是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 好了 台海危机为什么会吸引 这一些神秘力量来 台海危机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 而且是台湾 有史以来 第一次看到优福 就这么多都在台海危机 那几个月里面看到 密度也太高了吧 因为优福 它有 现在已经世界上有统计了 它有四个热门 一定可以看到优福 第一个 打仗的地方 只要这地方发生战事 你就会看到优福 所以台海危机 是台湾唯一可能发生战事的 外西人也来关心 所以优福特别多 他有在关心局势 所以 我们两岸是不是 再来一个危机发生 不要不要 我们就可以又看到优福 不要不要 199年到今天就没有再传说过 这不是传说 这是中任塔台真的有记录的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大事 就世界上有大事发生了 譬如说 这个欧巴马就职典礼 连欧巴马就职典礼 你都看到优福 你看这个欧巴马就职典礼 大家观众看一下 拍一下影片 看看有个不明飞行物在旁边飞 好清楚 欧巴马就职典礼 居然有拍到不明飞行物在旁边飞 放大之后你看非常清楚的是 他就是有一个 有点像盘子的这个飞行物 我告诉你 连威廉王子的那个婚礼 都有拍到优福来看 哇 他们连世纪婚礼都要参加 对 第三个就是灾难 大灾难一定会来看的 好 我告诉你 911 911双子星爆炸 你看看 他撞上去之后 旁边是有优福在他旁边 看到没有 飞机撞上去一个优福 线楼优福在他后面 看到没有 优福跟他飞机后面 飞机撞上去 有优福在穿过去 他们911的南海 南亚大海啸也拍到优福 我再跟你讲 世界上只要那种大的火山爆发 你一定可以看到优福 世界上只要那种大的火山爆发 你一定可以看到优福 因为火山爆发 人类的飞行物是不能接近的 但是不明飞行物就你可以看到 但我要请教创夏哥 我们要怎么看呢 如果说这个有 是不是天有意向或怎么样 其实是有一些征兆 可以看说 有没有神秘力量已经来临了 天有意向 我们看到有很多叫做 优福是不明飞行物 可是这十年 全世界最神秘的 是时空之门 是不是被打开来了 时空之门 时空之门 你看到的是2009年12月9号 在挪威的上空 突然之间就从里面打了一套光线 蓝色光线的时候是 然后你会看到空中 开始有一个光阴越来越大 然后就产生的是一个螺旋光 在那边一直绕一直绕 一个螺旋的光雨就在天上绕 然后全世界都看到了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你看到没有 真的就是一个螺旋光 在这边 而且它不是一瞬间而已 12分钟左右就在天上 这么久 这么久 那到底这个螺旋光是什么东西呢 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奇怪的事情呢 世界上真的有什么大事吗 因为第二天 是欧巴马在2009年 得到了洛贝尔和平奖 他就要去北欧去领奖 没想到这个螺旋光就打出来了 那为什么跟欧巴马有关呢 这关联到底是什么啊 为什么跟欧巴马有关呢 因为过去美国科技突飞猛进 一直有个说法 是当年的爱生豪权总统 在1953年的时候 在爱德华空军基地 跟七个外星人签了密约 所以外星人在地球上做点实验 然后外星人就把他们的科技 协助美国 所以美国科技突飞猛进 而这件事情呢 是当时的国防顾问古德说的 而且外爱生豪的孙女 也出来说是有这个计划 而且小时候呢 因为爱因斯坦讲说 在全世界没有东西可以超过光速 只有一个东西 心电感应 所以美国那时候有实行一个 心电感应的跟外星通年的一个计划 欧巴马当时就被挑到 所以欧巴马搞不好就跟外星人有关联 所以当他就得到这个殊荣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人就经过时空奔文 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是不是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罗贝尔的和平奖 所以第一次时空之门 然后第二次呢 这太悬了 太悬了 可是真的就出现 你看到那个光影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要打开时空之门 你的能量应该非常大 要巨大 那地球上最大的仪器 产生最大的能量的 就是在瑞士的那个大强子对撞机 就是两个粒子的快速的 在不对的接近光速 对撞 然后希望它能够产生 在整个大霹雳大爆炸的时候 上帝的手力量 所以没想到呢 当它启动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真的就在瑞士的上空 出现了两个云朵 然后开始就绕在一起 绕在一起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螺旋光 因为螺旋在那边转 然后其实这影片呢 如果更清晰的时候呢 在那边转转转转转转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三个白点 撞 冲进去 然后那白点进去之后消失了 然后这个螺旋光 也就不见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想说 是不是这个大强子对撞 一撞上来之后 所以时空之门被打开了 这画面很像这样 一直这样有一个东西在吸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因为螺旋 其实真的力量螺旋 Voltus的时候 比如说台风一定要螺旋 黑洞一定是螺旋 所以螺旋光是不是扭曲 整个时空可以把它吸进去 所以大强子对撞的时候 那时候全世界也傻眼了 真的撞出来一个 难道时空之门 因为大强子对撞进而开了吗 而全地球呢 最神秘的地方 不管是天上神秘 而且它们地面上也很神秘 就是苏联 就是俄罗斯 它们其实常常出现 很多神秘的光影 有时候你看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整个天亮的呢 好像都看不到 就这样子一个光影 这个光也太奇怪了吧 对 因为如果是运石 是往下丢的对不对 它是往上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 天空上是有一个探照灯吗 然后是不是飞弹呢 飞弹的整个尾流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它的亮度 你看到像有时候 像蜘蛛网一样散出来 俄罗斯这里面最多 但是呢 后来发现说 全世界官媒讲说 美国其实可能 一直在要怀疑 跟外星人有密约吗 所以日本那边 也出了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里面 真的好像美国 已经有一个东西 在阿拉斯加 有180座电塔 那一次出来的电量 是1700兆的 这个电力 这电力是多大 我们如果台湾 所有总电量 用525天 那一次它就可以出来 就是这个HARAP 所以它有这个光影 这个能量全部集中 往天空打出去 他们也想说 这会被造成时空之门 就日本呢 真的就是当时呢 有一次他们在操作的故事 日本呢 就拍到了一个画面 就在阿拉斯加 那外面的外海上 你真的看到 地面上打出了一个光影 然后到天空的时候 开始旋转 开始旋转旋转 真的出现了一个 又是螺旋光 所以大家想说 你看到就是这个光影 然后这个光影呢 它的方向往下推 就是HARAP那个地位置 所以他们想说 是不是美国 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些光影 所以它才要花这么多钱 你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37公顷的地 摆了180座电塔 而这电力 台湾可以一下子全国用 525天的电力 一试过去 是不是 其实美国 他们知道 怎么样超越 我们现在这些时空 然后通过这个时空之门 去跟外星人做联络 而就有个美国总统 欧巴马 你看他连他就职的 领到殊荣的时候 都有人透过石锅公文 来跟他说